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2020年5月15号 上午的9点26分 那么今天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这个Plus项目方 最近跟哪些交易所在搬砖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首先还是个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 所有的资料言论 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构成任何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路市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数字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那么按照观例 在开始讲数据之前 先给大家讲一个看图说话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前两天给大家讲了很多的长征故事 还有一些流血牺牲 话题比较沉重 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 我们从这个西游记开始讲 大家都这个西游记是中国人民很熟悉的一部书 上面讲的是唐玄杖 带着三个弟子去取经 包括大师兄 孙悟空 二师兄 猪八战叫五能 然后三师弟叫五进 还有一个御龙马 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 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那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 主要是我们的普拉斯呢 就相当于这个悟空 无所不能 能够上天陆地 在壁圈横行无阻 那么因为这样不服管教呢 后来就被如来佛祖给压到这个山底下 五子山底下压了五百年才出来 那么他之所以让他出来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唐玄杖要奉旨 要去西天取经 需要悟空的保驾护航 那么所以呢 悟空呢就被放出来了 但是放出来呢 又怕他不服管教 所以这个唐玄杖呢 又给悟空上了一个紧箍咒 让他能够老老实实的听话 只能去护送西天取经 不能到处乱跑 那么咱们普拉斯也是一样的 普拉斯在壁圈呢 也是无伦能敌 是吧 后来呢 被朝廷收服了以后呢 也承担起了护送迪萨普 去这个国际化的重任 是吧 他的脑袋上呢 也套了个紧箍咒 是吧 要不听话呢 念念咒 他就受不了了 对吧 那么我们的普拉斯呢 跟悟空一样 悟空呢 是被如来佛祖压到五子山下 这个五百年 对吧 那咱们普拉斯呢 因为不听话 所以也被关网 关了十个多月了 他相信呢 很快呢 迪萨普出来 要去西天取经的时候呢 那个普拉斯呢 也会跟得出来 但是脑袋上呢 还得绑个紧箍咒 就防止他到处乱跑 不听话 就这个意思 好 那么今天呢 这个讲西游进呢 并不是为了讲唐僧去取经的 这个 为什么要去取经 今天我们讲一讲 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叫做女儿国 前两天 在群里有人提到了 去一带一路上有女儿国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好 我们知道这个 一带一路的这个国家 有路上的 有海上的 那么也是到西方去 把我们的迪萨普 推广到全世界 对吧 那么其中呢 我们在西游记里面呢 提到一个女儿国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据史书记载 这个旧堂书 第197卷 南蛮西南蛮传 记载一个叫东女国 叫西腔之别称 以西海中富有女国 故称东女燕 属于女为王 东与茂州 党相街 东南与亚洲街 借格罗女蛮及百狼仪 其近东西九日行 南北二十二行 有大小八十余城 那么根据中国的史书 旧堂书的记载 东女国呢 南北长呢 是二十二天的行程 东西长九天 那么按照过去起码一天四十公里的这个距离 那么东女国应该是覆盖到四百到八百公里 南北 东西呢 是一百八十到三百六十公里 那么历史上呢 也确实能找到这个东女国的遗迹 那么我们讲讲我们的西游记 我们的长征二点零哈 我们呢也会遇到这个这样的国家哈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因为普拉斯官网以后啊 我们普拉斯家人蒙送了很多的灾难哈 有的不幸跳楼的 也有的呢 离婚的很多哈 那么离婚了以后呢 很多人又又变成单单身了哈 那么我们的党和政府呢 也考虑到了这一点哈 到时候呢会安排你去这个一带一路呢 也会经历很多女儿国哈 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哈 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来看一看哈 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个 有陆上有中亚各个国家哈 有哈萨克 乌兹别克 吉尔吉斯 还有塔吉克斯坦 对吧 然后呢东南亚有越南 有马来西亚 印尼 是吧 还有非洲哈 肯尼亚这些国家哈 好 那么这些国家呢 其实有的呢也是女儿国哈 哎 举个例子 比如说中亚的女儿国啊 举世公论是塔吉克斯坦 是吧 那有些单身的朋友呢 就可以主动请站哈 去出征中亚哈 塔吉克斯坦 是吧 你说女孩子很漂亮的哈 他们的国家呢跟中国相反 中国呢因为错误的实行了计划生育 是吧 现在是老龄化的社会 所以也造成了男女比例失衡 是吧 男生多女生少啊 那这个中亚的国家呢 你看这个女儿国它是女 女孩子多男孩子少 因为她有战争啊 动乱啊 有很多的死亡 所以女孩子就比较多哈 那么单身的朋友呢 就可以去中亚哈 看看中亚的女儿国哈 塔吉克斯坦啊 看一看啊 好 那么如果不去中亚呢 去南亚也是可以的哈 东南亚哈 我们的女儿国呢是越南哈 那群里有台湾的朋友应该很知道哈 这个很多的越南新娘哈 因为觉得台湾的生活水平比较好 就远嫁台湾的哈 这个很多哈 那么最近现在大陆这几年经济好了以后呢 也有很多女孩子呢 从越南嫁到大陆来哈 那么你如果去东南亚推广迪萨普呢 也可以去这个女儿国越南看一看哈 还有一些其他的周边的国家都很不错啊 好 然后呢 那么你要是不听话呢 这个这个领导呢就派你去非洲哈 那你就得去看看非洲的女儿国阿埃塞尔比亚哈 那么这个希望你喜欢黑人哈 那你说哎呀我这太惨了 我怎么被领导派到非洲了哈 这个黑人反正也还可以是吧 你晚上把灯一关是吧 黑的白的其实都没什么区别啊 还不是最惨的哈 那你要是在官网期间不听话 推广那些乱七八糟的项目呢 那有可能领导就会把你派去这个更惨的地方哈 你知道是哪里吗 给大家看一看哈 好那就是美洲的女儿国美国了哈 大家看看你要是不听话呢 你到时候找对象就找这样的哈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到了美国以后哈 你打开你的手机对吧 你看一看plus你发现哎 哎居然打不开哈 因为你看那个选项里面 注册新用户 哎 他没有美国这个选项哈 而且在美国上网呢 你还上不去这个plus的网站哈 所以你到美国呢 没办法只好去打工哈 你你人家娶美女 你就只能娶这样的哈 所以呢 你一定要听党的话哈 否则的话 你最后被派到美国来呢 就来陪劳博士哈 哈哈哈哈 来努力在美国推广 DESIP又危险 然后又很难推广哈 所以大家要好好努力啊 争取会派到好一点的地方啊 好 那我们看看今天的数据哈 今天呢 我们讲一讲这个plus的一个 大地址啊 讲讲plus 现在最近在跟哪些交易所交易哈 我们看看这个是以太坊的排行榜哈 富豪榜 那么我们看看第排名第40名的一个地址 Linux58C2哈 我们看看这个地址哈 哎 你点进去发现这个地址呢 有22万个以太坊 那么呢 他有13,627笔交易 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呢 是plus的地址哈 因为 而且交易是很频繁的哈 有3分钟 6分钟 9分钟 10分钟 不停的有交易哈 那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这个是plus的地址呢 我们看看它并不是交易所 你看这里只有8个token哈 而且也没有被标注成任何的交易所 但它的交易量却很大 对吧 而且它很密集 那么它有很多的交易所跟这个地址的交易哈 非常的密集 我们来看几个哈 看几个你就知道了啊 好 我们来看一看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10070938这个地址哈 你看它上面有哪些70938啊 这个哈 你看它上面有好多的代币 看到没有 有STP啊 什么的 还有BIE 你看到没有 还有USDT 还有什么Bread的token 烂七八糟的token都在这里哈 还有什么Purling token Sela token 但是你看它还有很多交易所 像什么Bilex1 这是比较新的交易所哈 就是plus开始有一些 其他的交易所它也在哈 还有什么Gate1哈 很多哈 那么这是一个哈 那么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地址 10070059看看 10070059 我们再看看 你看它这里有13000多笔交易哈 10070059 看看这个啊 你看有火币34火币33火币29 这些都是披着火币Y1的plus地址啊 看到没有343329有27 看到没有 还有哈 再看一下 有26呢 非常多哈 那么这是一个地址 还有哈 大家可以找一找 大家自己可以去查一查哈 就是这个大的地址哈 给你看一下哈 这个0x58c2cb 你输你输到那个浏览器里面就会看到哈 好我们再看几个哈 10069996哈 这个哈看一下 你看又出来了哈 你看又出来了哈 叫Ramitano这个交易所2号地址 BIR还有什么BIR还有什么BIR 还有什么BIR BOX 还有什么BIR BOX 也是不同的交易所哈 还有哈 100699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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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哈 看一看 好看到没有 有GATE.IO1号地址 BI1火币34 还有叫COOCOIN1号地址 GATE.IO 你看 还有叫BITMAX3号地址 很多很多哈 你看这里有23000多笔交易 看到没有非常多哈 啊 基本上 反正我做了个总结哈 给大家看一下哈 就是你如果查这个地址哈 Linux58C2CB 那么你会发现有好多的地址 像火币 我们知道火币是跟Plus交易最多的嘛 那么我们查到 从这个例子上 你可以查到有火币29 火币15 火币34 火币27 火币33 火币34 火币20 呃 重了一个34 把它去掉 火币20 火币25 火币22 火币17 火币20 又多了一个啊 把它去掉 火啊 火币26 火币24 火币14 火币14 火币19 很多很多 这些都是披着火币Y1的Plus地址哈 都可以从这个地址上可以查到它的搬砖哈 然后另外呢 还有Gate.io 还有什么QooCoin 二号地址 币安1234 OX 三号地址 还有什么BuyBox 什么Patino 还有BizZ 什么Bilexy 什么Reminetto HitBTC 还有BitMax X3号地址 Fcoin 还有很多哈 这里有1万多笔交易 如果你每一个都点进去 你就看到有全球各大交易所哈 都在跟Plus交易哈 看到没有 这里啊 还有很多哈自己你可以去看哈 因为它上面的地址很多很多 你看全都是在两个小时以前的哈 一个小时以前的哈 都在拼命的在交易看到没有 得进进出出进进出出的哈 所以大家有空呢 不要老是听别人讲哈 自己查一查这个地址 Linux58CRCB哈 有13,630笔交易哈 你看每一分钟基本上都有交易 看到没有 这是最活跃的Plus地址了哈 而且从这你点进去看呢 你就可以查到不同的交易所都在跟它交易哈 哎 说明了咱们Plus呢是非常的活跃的啊 一直都有交易 大家不用担心哈 一切都是朝好的方向发展哈 相信这个等两会以后 Design不出来呢 Plus就会很快出来哈 好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